下星期就是圣诞节了 汐止区公所为了带给 恰功民众快乐的气氛 也感谢员工这一年来的辛劳 不但在二楼大门口设置了圣诞树 还在二十号下午安排 公所同人玩交换礼物的游戏 气氛是相当的欢乐 首先游汐止区长提供 李确摸彩 抽到的同人好开心 为了迎接圣诞节 汐止区公所不但在二楼大门口 设置了圣诞树 让恰功民众也能够感受快乐气氛 还安排了同人们玩交换礼物 还有人装扮成圣诞老公公 几十份的礼物就放在圣诞树下 二十号下午活动开始 依照自己抽到的号码找礼物 圣诞节快到了 员工这一年来都非常辛苦 所以今天特别自由报名 有五十个员工来参加 我们今天的圣诞节前的 交换礼物 那我们就在我们二楼办理 那希望员工呢 透过这样的交换礼物呢 能够更增加同一项心力 那也希望祝福他们明年 一整年的工作上面 或者生活上面都能够顺利 严肃的办公环境变得轻松热闹 开房自由参加 同人们围在圣诞树旁等着交换礼物 打开包装都好兴奋 有吃的也有娃娃 而这位当天报名扮演圣诞老人的 则是抽到了精美杯子 自己开心别人看了也好羡慕 去公所今天举办这个很开心的活动 然后很开心可以一起来 跟这些同事们一起共襄盛举 那礼物抽到什么时候 抽到这个池王 我觉得非常特别 我非常喜欢 刚好秘书室同人准备一套 然后就直接一起来参与 这样感觉比较像有过节的气氛 开心的活动 还有抽到礼物的惊喜 也让汐止去公所 充满了过节的快乐气氛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